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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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丁超 那今天是 應該是開低走高 盤整 就是 反正今天跌漲都不重要 今天就是開低走高 就是台積電開低 43點 台積電就50點 台積電這個掉下來 這個就50點 到511嘛 一塊錢就8點 56點 台積電跌56點 大盤跌43點 所以大部分的股票也都是沒有跌 你看這裡就好了 最後是漲了還是比較多 台積電 那為什麼要先講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它是在跌 因為台積電它是在跌 這段時間只有台積電在跌 雖然今天沒什麼跌 但是至少它是跌的 546跌下來到511吧 大盤沒有跌 你看這裡就好了 整理盤的時候 就會一些中小型股就跑出來 你看這裡是不是過高點 這中小型股 而且成交量是反部的推升 你看跟大盤是不太一樣 大盤沒有推進來 推升上來 但是它可以反部推升 尤其是新貴股票 尤其是新貴股票 因為又流行到新貴股票來 新貴啊 你了解嗎 這支 大家很羨慕 用筊 這本來是用筊 這輝林基公司本來是用筊 這不是企業 這是用筊 你看今天盤中還漲了50% 這上個禮拜的收盤3355嘛 那今天最高到50塊半 有沒有 盤中將近50% 將近啦 收盤沒有那麼多啦 大概有漲了四成 星宇航空嘛 那很多人就不了解 就是不了解新貴 我跟各位講 新貴股票我不以置評啦 因為這些很乾氣 很乾下去 你說星宇航空他 比如說這邊啊 在這裡的時候 這邊整理就是 他掛牌已經 他新貴已經掛牌有一段時間嘛 對不對 7.9月嘛 最高最低嘛 25.2嘛 最高嘛 那後來也跑到15.4嘛 就在10塊錢 那後來都是在整理 但是整理也沒有過25塊 也沒有低於15塊 15塊是 就到這幾天才開始動 以前都是成交量都蠻少的 今天已經14萬張了 今天14萬張了 這邊9萬張 8萬張 7萬7萬7 三萬8 1萬2 這邊差不多1000多張 1000多張而已 1000多張 2000多張 成交量不多嘛 從這一天開始發動 2月13號 인지ピ mill 慢慢就增加一點點 真正大漲是從這一天開始 就是2月14號 然後就開始 這不是漲 這用飛的 用飛 從20塊不到 拼到50塊 246 六天 1.5倍 6天1.5倍 當然我看新貴的股票 也不是只有星野航空漲最多 很多的新貴這些小型的生技股 哇 那標的更多 那個都你自己參考 因為這新貴股票 交易制度不太一樣 而且風險比較大 大漲就是很敢漲也很敢跌 這你要研究清楚 但是為什麼我要先講星野航空 股票市場 有時候是這樣 我現在星野航空漲起來 貴還是不貴 這個我都不 我不會去批評別人的股票 你看我上節目 我不會說股票不要追高 我這句話我都不講 例如說你星野航空那時候 漲到20-30塊很多人說不要追高 那你今天漲到50塊 你要怎麼跟人家交代 那不然我們的事情我們不用說了 一些分析是不是不做的股票 要嫉妒人家說不要追高 那擋人財路啊 不要追高人家跑到50塊你要賠人家 你就以為你講一講就沒事喔 你說你沒放空啊你沒害人 你叫人家不要買就說擋人財路了啦 我跟你講就講錯了啦 這個我都不講 你看我漲起來股票也是標股 就算我沒有操作 我自己是不想買 但是我也不要說不要追高 我不會講這一句話 我不會補這一句話 隨便人嘛 人家追高隨便他啊 我管他的啊對不對 我做我自己的就好啦 我現在講就是說 一個股票要上來 他一定是一個人氣嘛 我剛剛一直講到說 他滾到14萬張 那你說他要漲到哪裡去呢 我先去不知道 因為你沒有辦法決定他的價錢 我可以跟你講 這張股票為什麼 為什麼他上來以後 明明華航跟長榮航都賺的錢 也都比他多啊 因為自從他成立這家航空公司之後 對不對 他賺的錢也沒有 譬如說6757也沒有虎航會賺啊 這是虎航嘛 虎航都聽過嘛 價格竟然拚過虎航 他成立2018年成立以後 不然我發現了 連續了三四年 了百幾億 大概成立以後就碰到疫情 就一直賠錢 那賠了100多億 股本180億億 那他就是 K董就說 我們開始賺錢了喔 真月份 現在是立以後說 江月份我們不錯喔 我們開始賺錢了 我們開始要 後果不夠 背這個洛杉磯 用這個A350 大隻的飛行機啦 他們最主要的 主力的飛機是 A321跟330 A321跟A330 你有的吧 他說我們現在有20大隻 我們要背這個洛杉磯 那新聞就寫 這個寫說 背洛杉磯 然後呢 頭等艙聽說是 單程是23萬 那經濟艙3萬7啦 你若坐得比較多的 那小尾的3萬7啦 那坐得很大尾的 還可以這樣 吃爽快的 頭等艙最讚的 那23萬啦 來回46啦 一床23啦 這樣也是 一點鐘就沒了之後 清了之後 你買又買沒有 反正你不用你買 人家卡電話說 你買 我給人家用卡電話 VIP用卡電話就好了 不用你買又買沒有啦 我大概是這樣講 我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這個消息 就這樣而已 就很妙 直接 漲1.5倍 漲漲收盤沒有漲那麼多啦 沒有漲那麼多 你會說 老實說這蓋子 這怎麼不蓋 這兩蓋子 你不蓋子怎麼不蓋 也不是說你不蓋子 這都有賺錢 人家錢錢 人家古年也有賺 多少賺錢 賺錢也是有賺的 客運貨運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也是老牌的航空公司 都有賺錢 有賺的 輔航也有賺的 輔航也是增加上來的 從這個你看 百萬千萬億 已經做到九億了 這個也是 前面也都賠錢 那是應該的啦 因為之前都賠錢嘛 誰沒有賠錢啊 就是都是這兩三年 誰能夠賺錢 航空公司就不容易賺啊 那它的價格標過於輔航啊 而且遠遠高過於 遠遠遠高過於華航跟這個 長榮航啊 這都還有賺 這古年還有賺的 古年 古年都還有賺啦 古年啦 我講是古年啦 這古年沒賺啦 古年要了解啦 這古年啦 這不是古年啦 這108年 這故事說 它古年也要了解啦 新宇航空古年還要了解啦 它都貴穿的 它也沒有在載貨啦 它應該是沒有在載貨啦 我記得啦 那華航跟長榮航 有一些貨機嘛 尤其是華航最多嘛 人家這個 貨航機都新的 人家也沒有要蓋啦 人家都要載人的啦 今年會不會大賺 新宇航空要大賺 鐵錠大賺啊 那長榮航 長榮航跟華航 今年會不會賺錢 一定會啊 解封了怎麼不賺錢呢 大家都要出國啦 別人也要來我們台灣玩啊 老實說 我們新宇航空起到這樣啊 這都不會去 我告訴你 跟它這無關的 這分兩組啦 因為新宇航空這是新過 這算的人不一樣 這要算高錢才能算股票 而且這裡面也不會有法人的買賣 因為他們 我告訴你 新宇航空 像K董 就是77% 要我80% 等於是獨資的啦 他當然要開這間公司的時候 一些好朋友對不對 天一啦 到三天啦 你當時我告訴你 當初很多人也不敢投資啦 我跟你講 大概董堅士加上原始股東 大概已經83到85%了啦 只要他們沒要賣啦 你認為K董會不會賣股票嘛 他77%啦 一百八十一萬張裡面有77%的啦 那村的都算好啊 一張兩張兩張三張啦 在算啦 所以說我的意思是說 我這樣講的意思就是說 一張股票會上來以後 一定有個條件 就是籌碼一定要集中 而且要有人作價 那誰作價我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說量滾量嘛 那我要講這個意思就是說 不是叫你去買星宇航空 或是滑航長榮的意思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支股票敢這樣去 敢這樣漲 就是因為大盤在整理啦 資金要做有效率的應用 大盤在整理啦 所以整理的時候就會出一些標股出來啦 新貴股票很多人都用標的 很多股票都標的 你也知道啊 甚至有一天漲七八成的也有啊 還有就是上市貴的公司裡面 很多IC設計股 很多股本小的股票 主力就敢作價啦 但是只有誰不會漲 只有台積電不會漲 還有誰不會漲 就是鴻海不會漲 這樣而已啦 大概這樣而已啦 這全子股嘛 這第一名到第二名的全子股 不應該漲了 因為全子股如果漲大盤就不會這樣嘛 這條線的嘛 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我今天的測標講說時間整理 這個大盤這樣整理 因為它整理有兩種 一種時間整理一種空間修正 空間修正就是非常乾脆下來 直接把你塗下來啦 這樣把你漲下來 這個空間修正啦 直接把你起座就要漲下來啦 修正乖離嘛 修正KD值嘛 這個叫空間修正啦 這如果沒漲沒壞了 要漲不漲要漲不漲的這種 叫做時間整理啦 時間整理它一樣可以化解這個管理 它一樣可以把KD值修正回來 所以看起來是時間整理啦 已經從2月1號到現在來講 你就算突破15,600也是更多 15,600也是更多 你看多突破幾次 15,600到了以後又下來 到了以後又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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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以後又...對不對 那也跌不下來也漲不上去 就是整理啦 那這一組稍微有一點突破 但是這個也不是經驗多大的突破啦 它都小學股啦 那我們最主要是講完這個嘛 台灣股價錢指數嘛 這個就是要讓它整理結束嘛 讓它整理結束它帶頭嘛 整理結束大盤就整理結束 大盤整理結束以後方向就會跑出來 那方向往哪裡跑 上還是下 你給我看看嘛 你猜猜看你自己想一想 上還是下嘛 我現在出個問題給你嘛 你上還是下 你認為會往上還是往下 時間整理嘛 整理到最後總要 一個勝負出來 一個代變嘛 就改變嘛 改變以後就... 改變以後就是一種就是 持續的整理這樣會進北上 一個就往下打嘛 一個是往下打下來空間修正嘛 一個是往上... 跑出去嘛 頭上你認為是哪一種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答就不想 咨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咨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027725-9668 1月2日 國標是這樣啦 有錢才會去啦 出的都不用講啦 所以隨便沒有用啦 就是錢 我剛剛講到都是錢的問題 你說基本面很好 新冰航空基本面 未來還好 但是以前好像不怎麼樣 就是這樣啦 那長榮未來會不好 以前好像還不錯 你了解說什麼 股票市場所謂的基本面 它是每一年都不會一樣的 我要講到這個 我講一樣我們等一下就講IP股 你說這個怎麼去這樣去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 這個跟K董沒有關係 他不會玩股票的 人頭嫁人 那如果你是多有的 你了解說什麼 但是我要講這個意思是 既然星宇航空敢這樣標 表示一定是跟一個東西有關 就是解封 所以你會發現說 為什麼你這些股票雖然是整理 但是我是給你一個概念 就是說雖然這樣是整理 這些股票雖然是整理 但是之前都標起來 對不對 雖然是整理 但是這個以前都標起來 這些二七啦什麼 二七五三啦 這些有的沒有的 這些股票啦 不然就是要做 不然就是要做股票的 股票會上去 這些股票又會上去 股票也會上去 股票也會上去 每一行都上去啦 反正就是吃的啦 算的啦 坐火電機的每一行都上去啦 所以你會這樣 老實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會不會漲 你不要說這個是長榮航或是華航是受到這個排擠 它沒有排擠啊 就是星貴怎麼排擠 它都沒排擠它怎麼排擠 所以我認為這個也會得到一些好處啦 新宇航空漲越多 對長榮航跟華航是有幫助的啦 只是說是因為它 因為這個股票比較大隻啦 那些籌碼比較亂啦 算了我比較多啦 所以多少都是比較難做啦 那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最近啊 除了這些星貴的股票 星宇航空比較紅 或者是其他一些星貴的生技股以外 當然台北股市裡面 有出現了非常多的一些標股 或者是主流股票 最明顯的就是IP股的效果 效應一直在持續發酵 IP股嘛 那另外當然還有一些 比如說面板的驅動IC啊 這個也屬於IC設計股 面板的驅動IC啊 或是其他的一些IC設計股啊 都有嘛 那些一些什麼綠能的啊 這些股票 電動車的啊 都有一些亮點 但是最近持續一直在往上飆的 我為什麼要講到這場股票 我認為這場股票它的特性啊 就有點很像這支股票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不講說什麼股票不能追高 什麼漲多不要追 很多老師都說漲多了不要追哦 漲多了不要追哦 不要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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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講這一句話啦不要擋人財路啦 你管人家追不追 我要告訴你就是說像具有科技 這一波也漲了一倍了嘛 不只一倍啦 它就是ESC 它就是屬於這個IP股 我已經講過 它就是標準的屬於IP股 它是跟新思國際合作的 新思國際就是美國的大公司嘛 美國的EDA公司嘛 就是愛信設計公司 那它是台積電的這個結盟公司 就是設計服務的 DCA的公司 有三家 一家就是具有科 一家就是創意 一家就是世行 跟台積電最要好的三家這個IP股 策略聯盟的哦 因為它籌碼安定啊 你說一賺就多 它也沒有賺很多啊 如果說以按照來講 它這個前年1.75 今年第三季2.61 然後財報還沒公佈嘛 那如果以第四季來看 算算的 應該是幾塊多元下去啦 差不多四塊 四塊通這樣而已啦 沒有五塊啦 那今年會不會 今年的話當然今年還不知道嘛 我說講七年啦 鑽四塊年標到這裡 然後我給它比較 就一樣做ESC 那台灣的ESC的公司 有還有誰 這個也是 這個明天法輪說明會 這支電腦今天沒去 我跟你講 這個也是做ESC跟NRE跟IP IP有10%的 你看ESC 87%的ESC 特克制化晶片啦 這要擺 這也是ESC 你看 有啊 ASIC產品 有啊 台灣最標準的這支 對吧 對嗎 7支財嘛 8%嘛 我記得是10%啦 那8%差不多啦 最近有提升一點啦 注意看喔 這前年的嘛 這7年第三季嘛 這這支公佈我們估出來 大概一個股本啦 整個7年來講 大概一個股本上來 啊 那支援怎麼能這麼承擔 是支援股 支援股 你看一個股本 啊今年還會高度成長 那一樣是IP股 一樣是IP喔 跟四星創意支援 力望M31 我常在介紹 本來就有六檔IP股 然後加上一檔具有科 新的對不對 那這些股票 然後如果說聊天機器人的相關股票 也不是只有IP 還有AI股票 HPG股票 GPC的股票 或是HPG的股票都有 包含了像那個艾普 或者是威盛 或者是連那個什麼 新興 或者是連這一檔股票 我跟你講都是相關股票 這個是做高階的測試界面的 都是 如果以聊天機器人來講 就是HPGPGPT的相關股票 不是只有IP 我講的是IP股就有7檔 那其他的相關的股票更多 如果結合了聊天機器人更多 但是為什麼我要談到資源 資源探10元 那些剛才那些有探45元 還有價格就要去追貨 價格就要去沒貨 不要說因為它籌碼的優勢 而不是自言不好 你了解歪意思嗎 所以我認為明天 因為今天晚上美國沒有開盤 那明天台北股市還是亮縮 我認為因為這個小型股它會亂跑 那它不會每天都漲同樣的股票 所以我反而給各位一個暗示 我認為 我認為明天這兩股票會很強 還有這檔 都是跌的喔 還有這個 還有這檔 我認為我是認為說換了換去嘛 我不是說明天說明天說 今天起的股票就一定會漲 不是意思 我是說每一天因為它主力座價 它量縮的情況之下 當台積電或是鴻海在整理 聯發客在整理的時候 都是一種小型股 那小型股有的就跑做新櫃的 還有去做OTC 如果說以上是上規比較大的股票 或者是IP股票 我就覺得這些股票都非常有機會 那這個是不是一定是基本面的問題 不是 你如果股票每天說基本面 我告訴你 你那時候說要跌一股 股票 你在說基本面 基本面就不會漲啊 股票要有錢才會漲啦 股票是錢在算的 不是基本面才算的啦 知道嗎 錢在算的啦 上漲靠前堆啦 我告訴你 這錢在算的你常常在基本面很好 錢啦 要錢才會漲啦 我講這個操作上其實也不是那麼的困難 那只是一個 你要知道怎麼去買進怎麼去賣出 那你不會操作跟著我 跟著我操作 我在盤中用手機簡訊 通知你買賣 那有任何股票問題 或者是要跟著我們一起操作 打電話到公司來詢問 那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明天見 明天見